新疆汤汁城外有一条不宽的水渠 是当地夏季灌溉农田用的 2012年5月9日早上7点多钟 有人在水渠里看到了令人震惊 警察立即赶到现场 记录下了当时的情景 经过法医确认 倒在水中的男子已经死亡 年纪30多岁赤裸上身 人们怀疑死者是岁久后 失足掉入水渠中的 以前当地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但是当把死者抬上来之后 一些新的发现让在场的人紧张起来 把这个尸体打捞上来以后呢 经过在现场进行视角检查的时候呢 发现这个死者呢 颈部有绳索勒的痕迹 死者颈部有勒痕 说明很可能是被人杀死后抛尸致死的 看来事情并不简单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一名赤裸上身的男子 十分蹊跷地死在了城郊的水渠当中 这个人是谁 怎么死的 要想回答这一切 先要确定死者的身份 警察对尸体进行了初步砍验 只在死者的裤兜里 发现了十几块钱 此外 再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身边没有任何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 就是我们当时 也难以判断他的身份 但是 在死者的胳膊上 警察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伤痕 这些密集的针孔是怎么形成的呢 警方判断 这应该是注射吸毒时留下的 据此 办案人员分析 死者很可能是一名吸毒人员 于是 他们找来缉毒警察协助调查 我们又通过 我们基督大队的体力检 对这个尸体进行了辨认 我们确认死者 就是马性 基督警察对死者并不陌生 这个人叫马兴 现年37岁 昌吉市本地人 是一名出租司机 多次因吸毒被处理过 警方随即找到了马兴的母亲 了解情况 我就说马兴死者大假了 马兴母亲说 5月8日 也就是案发前一天下午 5点多钟 儿子回过家 说是把人打伤了 要给对方1万块钱 交医药费 母亲给了钱 马兴没待多久就走了 没想到这一走竟成了永别 马兴母亲提供的这个线索 引起了侦察员的高度重视 由于他是吸毒人员 那么他的社会关系比较复杂 我们从而入手 说我们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这样看来 马兴的死也许和这次打架有关 警方又走访了马兴的朋友 了解情况 但是马兴的朋友都表示 没听说过马兴把人打伤的事 那么马兴会不会是 因为随身携带现金 遭人解杀了呢 很快法医的事件报告出来了 否定了这种可能 杀害马兴的凶手应该是熟人 这是警方的初步判断 这熟人会是谁呢 在走访过程中 有人反映 死者马兴和母亲的关系 不是很融洽 马兴跟他母亲关系不好 回到家经常打罢他妈 警察在马兴母亲的村子里了解到 马兴虽然不和母亲住在一起 但是由于他没有工作 经常回来找母亲要钱 动不动就对母亲拳打脚踢 会不会是马兴的母亲 杀死了自己的儿子呢 于是警察开始 对马兴和母亲之间的关系 进行详细调查 他们发现 这对母子之间的关系不同寻常 马兴的母亲叫马丽心 今年57岁 经历过几次婚姻 儿子马兴是他跟前夫的孩子 一直跟着他长大 马丽心早年没有正式工作 靠四处打零工 维持生计 马丽心 马丽心觉得儿子听话 孝顺 日子苦掉也没什么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 经人介绍 马丽心跟一个煤矿主结了婚 很快过上了富裕的日子 马兴的母亲 对马兴的孩子比较孽 逆来顺手 要什么给什么 从小就养成了马兴的 跟小丑马虎的性格 就是给钱花了 感觉小丑 就是给钱 那时候一般就五百一千一二 警方了解到 为了弥补马兴早年受过的苦 在日子富裕起来以后 马丽心便尽量满足儿子马兴 提出的任何要求 马兴初中没念完 就辍学在家了 而那个时候 马丽心也忙着挣钱 很少跟儿子交流 有没有跟他聊过天 问了他的朋友 哪些都干什么 他想接什么 这个你有了解过吗 没有 没有了解 而接下来 在儿子身上发生的事情 是马丽心始料未及的 据马丽心的弟弟讲 马兴十九岁时染上了毒瘾 起初马丽心并没有他在意 我根本都不知道 那么一切东西 我想给他抽一下就完了 马丽心说 自己没有什么文化 连毒品是什么都搞不清楚 以至于马兴找他要钱去吸毒 他都会给 直到前夫因马兴吸毒 跟他离了婚 他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六年的时间里 马丽心两次把儿子马兴 送到戒毒所强制戒毒 但是马兴出来以后又继续吸毒了 而且毒瘾往往比以前更大 为了帮马兴戒毒 马丽心不再给马兴钱了 想从经济上控制儿子吸毒 可接下来的事 对马丽心来说是更大的痛苦 马兴殴打自己的母亲 在他们居住的地方是尽人皆知的 这样的殴打持续了很多年 以至后来 马丽心有嫁不敢回 躲到了外面去 会不会是因为马丽心 无法忍受马兴 常年来对他的折磨 而把马兴杀死呢 那么在案发之前 马兴又在哪呢 马兴是开出租车的 警察找到了他的对班司机 了解情况 从马兴回家的时间上看 马兴的母亲和马兴的同事 所说的是一致的 这样看来 马兴的母亲并没有说谎 警方暂时排除了 马丽心作案的可能 如果说警方之前的侦查方向 没有问题 是熟人作案的话 那么会不会是马兴的继父 杨国军所为呢 马兴连他都要打 他也不太喜欢这个孩子 警方了解到 马丽心在和煤矿矿主离婚后 嫁给了杨国军 而马兴回家要钱的时候 不仅母亲挨打 连杨国军也不能幸免 因此他们的关系 一直不太好 会不会是杨国军杀了马兴呢 警方找到了杨国军 想了解他在马兴被害前 在干什么 杨国军反映 当晚 北京时间的19点 20点左右 起回到家 看到马兴独自一人 在沙发上看电视 杨国军没有提供更多的东西 但是有一个细节 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马兴的母亲说 马兴是头一天下午 五点钟回的家 而杨国军却说 是晚上八点回的家 马兴去世 仅仅一天 警方觉得 对于马兴回家的时间 母亲和继父的表述 不应该有这么大的差距 杨国军呢 对案发当日的时间 地点和人物 说的就有一些混乱 或者是不明白 不清楚 一带而过 在接下来的调查中 侦察员发现 杨国军在马兴被害 前一晚上的行踪 也很可疑 按照杨国军的说法 五月八日 案发的前一天 由于看到马兴在家 他就躲出去了 直到晚上十一点 才回家 他发现 家门上了锁 自己没带钥匙 又不想打扰妻子 就开车 去了自己的母亲家 可母亲 也已经睡下了 他就没进门 在车的后座上 凑合了一晚 第二天一早 开车又回了家 那么他所需求的过程 我们通过排查 也没有任何人 能够证实 杨国军在五月八号晚 他去向 没有任何人能够证明 杨国军的行踪 没人能证实 对马兴其他情况的描述 又有漏洞 他似乎在掩饰什么 警方决定 对杨国军进行测谎 杀人的人 是把马兴用刀子捅死的吗 不知道 杀人的人 是用绳索 把马兴捅死的吗 不知道 在杨国军回答与案件 有直接关系的问题时 测谎仪器的数据 有明显的波动 这让侦察员更加怀疑 杨国军与马兴被害案 有牵连 杨国军 即使不是作案人 也是知情人 测谎的结果 明确了案件的侦破方向 果然 经过警察进一步的讯问 杨国军很快就承认 是自己杀害了马兴 杨国军交代说 他杀害马兴是意识冲动 5月8日下午 马兴再次回家要钱 因为此前 马兴经常这么做 他早已十分厌恶 就出门离家 去附近的小树林里走走 晚上11点多回家后 发现马兴还没有离开 一怒之下 他动了杀人的念头 他就到他们家牛圈里 找了一根拴牛的绳子 趁马兴不备 将马兴离在这个客厅的沙发上 杨国军说 之后他趁着天黑 独自一人开车 将马兴的尸体 抛入了水渠内 尽管杨国军的供述 和之前警方的现场勘察 是一致的 但是侦察人员怀疑 杨国军还是隐瞒了什么 因为马兴的是一个成年 他的体重和他那个年龄 那么判断 一个人是很难做这个案子 因为他遗失往这 抛尸的话 一个人是不太好 和完成了这件事 马兴37岁 杨国军53岁 从体力上来讲 杨国军也不太可能独自勒死马兴 并且抛尸 就在侦察员对杨国军进行审讯 并试图寻找更多线索的时候 死者马兴的母亲来到了公安局 要求自首 他说 其实马兴是他杀死的 如果说杨国军作为男性 都不可能独自杀死马兴的话 那么马力兴就更不可能了 他们夫妻二人都说自己是真凶 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杨国军呢 经过了一番心理斗争 感觉突然间放松了 然后说了一句话 我跟你全说了 杨国军最终向警方交代 他是受了马兴母亲的委托 又找到了亲戚马晓东一起 杀死了马兴 2012年5月11日 嫌疑人马晓东在家中被捕 三名嫌疑人全部到案了 但是有很多疑问还没有解开 尤其是杀人案的主谋 居然是死者的亲生母亲 他还说 他也是没有办法才杀了自己的儿子 这对母子之间究竟发生过什么 母亲又怎么忍心向自己的儿子下毒手呢 儿子回家 母亲动了杀机 亲友帮忙 那一夜心里交瘁 母爱有毒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 在监狱 记者见到了马兴的母亲马丽心 57岁的马丽心 头发已经花白 比起去年儿子刚死的时候 他显得苍老了许多 据马丽心说 他早在2012年年初就打算杀死儿子的 可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 直到2012年5月8日晚上5点儿子回家 当晚儿子说要住在家中 马丽心意识到机会来了 于是他让丈夫杨国军 把表弟马晓东叫到了家里 决定动手 毕竟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马丽心不愿意直接动手 就躲在了屋子外面 由杨国军和亲戚马晓东 负责实施犯罪 当时是晚上11点多钟 马兴已经在卧室躺下了 阎国军假称 自己的手上有毒品 把马兴骗到了客厅 而早已埋伏在客厅的马晓东 趁机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绳子 将马兴勒死在沙发上 杀死马兴之后 三个人一起 把马兴放到了杨国军汽车的后备箱里 驱车将马兴扔到了 长吉市郊的水渠中 对儿子吸毒 他听之认之 我根本不知道 那么厉害的东西 好像给他打车法就来了 是什么原因 让这个家庭深陷恐爱 《母爱有毒》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马雷辛 杨国军和马晓东 住在当地的三平农场 村里人听说了 他们杀人的事情都很震惊 要么笑到他这个事情 我觉得在农村 出现这种事情 好像有点给你傻 一下接受不了 妈妈是儿子不对的 但是把他妈治的 实在是没办法 村民们说 马雷辛是个可怜的女人 她杀死自己的儿子也是无奈 马雷辛也说 她之所以要杀死儿子 是因为儿子多年来 对她的折磨 让她感到无法忍受了 马雷辛说 儿子从戒毒所出来之后 就开始毒打自己 那时候他已经和杨国军结婚 本以为有杨国军在 儿子就不敢动手了 杨国军非但没有拯救马雷辛 相反也跟着受了很多连累 为了让马雷辛戒毒 更为了能让自己过上正常的生活 2008年的时候 马雷辛在昌吉市 给马雷辛买了房子 帮他开了出租车公司 还买了几间门面房 希望儿子能够自食其力 从此不再纠缠自己 但是他的愿望还是落空了 马雷辛多年积累了300多万家产 短短四五年之间 几乎全被马星吸毒吸光了 没钱之后 马星又继续回家要钱 直到有一次 他回家要钱的手段 让马雷辛觉得 儿子的事情必须要彻底解决了 马星因为常年吸毒 患上了艾滋病 让马雷辛没有想到的是 儿子为了要钱吸毒 竟然拿着带有艾滋病毒的针管来扎自己 尽管事后经过检验 母亲马雷辛没有被染上艾滋病 但是儿子马星的这次行动 深深的刺痛了母亲的心 我也想死过几次 我不想活 马雷辛想到过死 可若是死了 儿子还会去骚扰其他的亲戚 在马雷辛看来 要想解决问题 只有两个选择 不是他死 就是儿子死 而为了让儿子不再去祸害别人 马雷辛决定要处死儿子 可杀人并不是小事 马雷辛自己一个人 怎么能做到呢 这个时候 他想到了丈夫杨国军 为了能让妻子得到解脱 杨国军答应了 马雷辛承诺给杨国军五万块钱 于是杨国军找到了 马雷辛的远房表弟马小冬来帮忙 马小冬也知道 马星为了吸毒打他母亲的事情 虽然气愤 可让他杀人 他还是下不了手 不过在马雷辛承诺 给他五万块钱之后 马小冬最终也同意帮忙了 事到如今 马星死了 马雷辛的目的达到了 可他却又后悔不已了 我才又后悔也不行 他在33岁我亲手抓住他 真是坚守他生命 我真是坚守他 我也特别疼他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美锦教授 欢迎李老师 你好 这个案子看上去让人特别痛心 一个母亲亲手策划 让人来杀死自己的儿子 您能理解这个母亲那种复杂的心情吗 能理解一个母亲 他从内心来讲 他是不愿意自己来把自己的儿子干掉的 那么他之所以这么做 也是他觉得他已经没有路了 所以这个案件让我们看到一个悲剧 就是一个女性 她本身在生活当中就很艰难 结果又遇到了这么一个结果 所以真的是让人很绝望的一个 但是他的行为仍然让我们觉得是不能接受的 您刚才说到绝望 或者是站在他的立场上没有别的路可选了 对 这个儿子太浑了 给他那么好的待遇 条件 那么多钱 三百多万 都让他抽光了 这个儿子长成这样 我们现在来回顾一下 您觉得是谁要为此负责任 那么我认为这个悲剧应该说还是母亲自己造成的 我们知道母亲也很不容易 她几次改嫁 那么其中也遇到了很有钱的丈夫 而有钱的背景下 他一下就把这个钱全部给了儿子 他就把对儿子的那种教育和抚养的关爱的亏欠 全都折算成货币了 对 都是现金 其实这个行为是非常糟糕的一个行为 这个钱来得太快的话 这就让这个孩子出现了一个心理上的一个急剧的变化 这个变化就是怎么去把这钱花掉 他可能当时觉得怎么花都花不掉 对 所以有些人他就想去体会一些人生 平时没有机会体会的 也就是说不可能满足的 那么不可能满足的包括这个吸毒的问题 那么在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 就是母亲在毒品上认识也是非常不到位的 所以母亲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就酿下了这个苦果 也就是说让孩子在很短的时间内去得到了很多的钱 然后又没有心理上给予他太多的东西 没有告诉他做人最重要的是什么 然后做人什么事情是不能做的 那么这些做人的道理 对这个母亲来讲 他几乎是没有给孩子太多 悲剧已经发生了 对于这个家庭出现的这种状况 当地的村民会怎么看 法院会怎么判 我们接着来看记者的调查 2013年2月1日 这起案件在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在庭审的过程中 公诉人拿出了一份证据 就是请求司法机关对他重庆处罚的一个联名书 有一百多名村民联名写信 请求法院重庆处罚马行的母亲 大家觉得马利辛常年遭受儿子的折磨 如今杀死儿子也是无奈之举 长期受这种摧残 威逼殴打为了出错毒资 这种情况下才产生了杀人动机 所以他的社会危害性 要比一般的社会上的不凶杀人危害性要小 2013年2月1日 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做出了一审判决 马雷辛犯故意杀人罪 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杨国军和马晓东犯故意杀人罪 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三个人都没有上诉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综合 一个极端的人伦悲剧 让本案显得格外的沉重 事实上本案中的当事人在面对家庭的苦难的时候 他们并非毫无选择 只不过他们选了最不该选择的方式 结果是他们没有解决问题 也没有解脱 反而让悲剧更加深重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也感谢李老师参与我们眼光师的讨论 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